从2021年下半年起 我们很多熟知房地产企业 不少债务违约 股票腰斩或斩到了脚踝 破产或进入破产边缘 拉开年更的爆雷名单 有蓝光 新利 阳光城 澳元 富利 金科 世贸 远洋集团 当然最重量级的 还是昔日的民企地产行业的三巨头 恒大 荣创 碧桂园 他们带着天亮的债务规模躺平 最后让全民为其买单 遥想2017至2018年 这些地产企业扶摇直上 正是风光无限时 头部企业老板轮流做首富 股东也赚得盆满钵满 没几年就落了个轰然倒地的结局 辩证法告诉我们 事物都不可能朝着一个方向 永远发展下去 迟早要遭遇来自对立面的否定 越赢择亏 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 任何一个阶段都不可能长期存在 到达某个临界点之后 就会朝着下一个阶段的演进 人类阶级社会的历史 隐匿于周期率的背后 大多国家都未必能跳出历史周期 更何况是房地产企业了 之所从来 方明所去 让我们来经历 一遍1998年到2018年的周期 乃至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的谷底 方能知道 接下来要往何处去 作为周期之母的房地产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 只要利用了资本 就不可避免的要面对资本的负效应 即我们必然要面对一个又一个经济周期 提出库斯涅茨周期理论的经济学家 库斯涅茨认为 现代经济体系是一种持续 不可逆转的变动 即长期运动 而房地产就是长期运动的他妈 非骂人 从逻辑上 资本主义的长周期 康德拉基耶夫周期 开启的根源 是由技术革命 带动新一波的扩散 催动着厂房与设备更新 现实增长 除了作为技术革命的主导产业外 其增长的最核心载体 还是房地产周期 也叫库斯涅茨周期 为什么是康波里的核心载体呢 这里可以联动一下政治经济学 在所谓的上升期 将剩余价值 投入到基建和地产为代表的固定资产中 是常见的修复手段 把工厂 住宅 交通网连接起来 使城市不断延伸 农业人口不断转移 商品消费普及化 资本才得以再生产 房地产最初的本质是制造业 它的产业链 供应链非常绵长 上游到水泥 钢材 玻璃 化工 木材 工程机械 下游到地板 瓷砖 涂料 门窗 截具 装修 家电 家居等 共计500个行业 举个例子 五国东部和沿海一些鼎鼎有名的制造业城市 这么多年 产业结构和房地产都有密切的关系 能拿得出手的制造企业 基本都参与了房地产上下游 这些制造业的产能 随着买房需求暴增 易容俱容 反过来也会吸引大量资本进入房地产 然而 房地产是一个时间周期很长的行业 开发商从买地到开发 到在所有新的房地产项目竣工进入销售市场之前 要再经历十年时间 这个时候往往会借助虚拟资本 当流程全部完成的时候 市场攻击可能已经过剩了 普遍出现过度投资这一现象 经济波动的风险 以及建筑环境内过度积累的资本问题 会变得十分突出 资本往往通过全球 不断占领新的空间和人口市场 缓解自身过度积累的危机 这样 危机就会向全球结构加深和扩大 主流经济学框架 新古典 新自由主义 很难解释周期更迭 而导致世界结构变动 相反人们发现周期运动和传递 与沃洛斯坦的世界体系论 十分契合 见我们以前相关文章 美国工厂 在世界体系里 房地产周期 会从中芯国家中芯附属国 半边缘追赶国边缘资源国家 依次传递 以我们身处的时代来说 自上世纪90年代初 中芯国家 美国开启资本主义 长周期第二轮的房地产周期 到90年代末 扩散到了作为追赶国的中国 中国从1998年 启动了房地产货币化改革 有了商品房的概念 这是一个周期的开始 视为复苏期 前面我们提到了 房地产周期是其他周期他妈 这一波地产投资家 城市化大跃进 孕育出了一个产能周期 诸葛拉周期 持续七八年之久 期间出口规模增加 彼时美国进入了房地产繁荣期 这是对当时美国互联网股市 泡沫危机的转移 制造业投资扩张 设备加速更新换代 也就是所谓入市的黄金年代 直到2007年 泡沫彻底破灭 四代危机席卷全球 为了应对这次资本主义危机 中国2008年 开启了全国范围的蓬改 开启了大规模的基建投资浪潮 通过消耗全球60%的铜矿 和一半的铁矿石和水泥 挽救了大宗商品价格 将众多的边缘资源国 拉出了经济崩溃的局面 在国内 此举试图将东部沿海的工业区 与内地建立交通网 把高速路修进西南大山 同时加强了南方与北方消费市场的关联 房地产周期进入繁荣期 从房价上 从2008年以来就一路高歌猛进 在2013年达到小高峰 房屋新开工面积年度累计值 在2013年底达到峰值 到达了繁荣的顶部 但到了2014至2015年 却逐渐下落 也就是在这时候 我国房地产周期进入了衰退期 2014年后 资本过剩 新增GDP的多数是固定资本 结果却导致增长率下滑 土木人 野金人 机械工程人的日子 从这一年开始逐渐不好过了 随着2014年 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 大众商品价格下跌 巴西 智利 厄瓜多尔等众多边缘资源国的经济 也产生了混乱 回过头来看 2008至2013年 是房地产最火的五年 但为什么是2015至2016年 反而给人感觉 房价还在大涨 地产商仍旧风风光光 看得人牙痒痒 大会房价增速加快 与区库存大政策 以及彭改货币化 直接创造了大量 二三四线城市购房需求有关 两套操作 导致二三四线城市普遍上涨 影响传导到了 占多数的中国人给人房价永远涨的错觉 但实际上 2016年开始的房地产出现了大量吵架 同时 金融机构大范围收购不良资产 并全面进场 也正是在房地产周期衰退期 金融机构主要盯上了居民的六个钱包和负债能力 这时候 上面还布局了去杠杆 对地产这种资金密集型企业来说 去杠杆等于萧条 等2017年末宣布去杠杆接近尾声时 中小房企已经出清的差不多了 2017年底实际已经进入房地产周期的萧条期 当周期落幕之时 按照库茨涅兹周期的规律 一开始是从房租上涨开始 带动了房价上涨 贷款意愿增加 新贷反过来刺激了新建房屋数量增加 新建房屋便又吸收了闲置的土地 经济热度与人的情绪相互作用 消费者往往高估了自己的还款能力 急着贷款上车 开发商因为房价上涨 提升风险偏好 不再满足于搞几个精品楼盘 于是开始向多液态 更多的一线房企 进入二三线城市大量囤地 像碧桂园与绿地 就在这些城市急速扩张 各个新城区拔地而起 高周转就是这回玩出来的 这个时期房价上升 城市人口也在上涨 于是资方和管理者 都建立了乐观的人口预测 工业生产的产能 正在努力跟上需求的增长 又建设了新的产能 这里又不得不说 既然明白 凡事皆有周期 如果在固定资产欣欣向荣 高速增长的时候 推出财政换毛 分配的改革 那么未来的增长预期 也许很大程度抵消转轨的波动 然而现实则是 没有几个经济体 在紧急周期 能做到位于筹谋的 能不银吃卯粮就不错了 当房价过高 超出了大家的承受能力 房子也就达到顶峰 2013 2014年 需求降低 购买力下降 导致房屋滞销 这个时候 政策相应推出了 区库存和盆改货币化安置 本身是可以为地产业 开了一个逃生通道 但很不幸 仍然很多资本想投机 把这个逃生通道 当成了舞台 也就是说 2016年之后 头部房企们 杠杆一路 不停拿地 盖房 维系虚假繁荣 按照以往的 库茨涅兹周期 衰退期 加杠杆 当十几万亿的债务资金 堆砌起来的泡沫 无监管地走向萧条期 绝不是温柔地走入凉夜 不过此之后 楼市依然坚挺 并不像很多典型资本主义经济体那样 走过了一个完整的库茨涅茨周期 对比加西背景下的中国香港 韩国 东南亚 诸国的楼市 很大原因在于 2019年中央出台的三道红线 此时危机就像无痛人流般 在人为控制下进行衰退 周期确实落下来了 很多房地产商在红线下 被严控贷款 后续资金乏力 走向低迷 为房地产配套的建筑材料 装饰装修 白色家电 五金胶垫 运输物流 机械制造 钢材木材 铝合金等 就一起低迷 当然 这里不是在复读房地产压仓时 大不能倒这种陈词烂调 真正的问题 往往在于周期早期 在繁荣期 资本积累导致了资产和收入不平等的扩大 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和房价上涨 富人能够通过投资房地产 获得更多的收益 我国收入基尼系数的高峰 出现在房地产 进入繁荣期2008 2009年 故而分配布均 在经济周期的顶峰阶段 是十分显著的 后来人看到的是地产 以及其上下游的生死 看到发财机遇 却难看到财富分配格局 和房地产周期兴衰 是高度相关 周期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在繁荣期 我们往往逃避面对的问题 而到了萧条期 则中以危机消灭资本 眼下恰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即一个康波周期的谷底 互联网等新技术红利消失 再加上全球霸权更替 我们没有时间沉浸在 对高速增长适去的缅怀中 而是应该努力摆脱 这一看似必然的历史周期 对高速增长适去的缅态 就像这一看似的缅态 而是应该努力摆脱 对高速增长适去的缅态